你刚刚程式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 我是建议你刚才拿我这边的程式 把它贴到你的那个程式下方 一贴上去 马上就知道哪里出错了 自己再改一下 而且我还有把它用那个黄色的字 把它mark起来了 其实就这样 说真的也没有说太复杂 就是你把这个规则记起来 然后以后的话呢 你需要做 你就马上把它做出来 那你程式就写完了 所以其实说真的 陈设计师你说会很难做吗 我觉得倒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OK好 反正这行业大概重点就是在那边 OK 也就是说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该怎么改程式 就把它快速的改出来 并且让那个工作变得很流畅 这就是你的工作 那其实说真的会很复杂 我倒觉得 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OK 反而比处理人的事情简单一百倍 不止一百倍 人之最难处理的 反而电脑还比较好搞定 我想电脑就是这样而已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部分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改写一下 以下这边有一段 门号但是没有底线公式的 那跟上面有什么差别 我弄一下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门号有没有 执行之后的结果长这样 也就是说呢 里面会把刚刚的公式一个一个的帮他输出 到指定的范围 到指定的范围出存格 所以for i等于4到103 指的就是这个范围 就是一直到底下103 然后呢 依然嘛 OK 然后做什么呢 把公式丢进去 所以他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丢 OK 那里面的话丢什么 就是丢一串公式 可是哦 如果我有另外一个需求 因为你如果丢一串公式 有个缺点 就是说呢 他将来存在Excel里面的资料 本来其实只有一串的电话号码 但是因为你丢了公式的话 相对于电话号码来的用场很多 所以你将来存档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问题 存档的时候 如果你丢公式丢非常多 很多地方都这样 你一存档 你会把档案变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相对的 你公式在储存的时候 也会占掉你的储存空间 第二个的话 因为你越丢越多的话 它其实会让程式跑得越来越慢 所以你可能就 假设你会有效率上面的需求 比如说你希望跑得快一点 然后档案不要那么大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思考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叫另外一种写法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底下这一段 执行结果 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它清除 清除 我在执行的话 它得到的结果 这应该要多一个东西 我随便输入一个 再跑一次 理论上 这个应该会有 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你输出你会发现 它的结果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 储存在Excel里面的 那就不会是一个公式 而是最后的电话号码 OK 那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 要能够只输出最后的结果的话 那你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就不能直接丢一串公式 而是应该怎么样 就是说你必须先在VBA里面 先把需要的这些资料先准备好 然后最后丢的话 就是丢最后的结果 OK 可是这要怎么样撰写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 我们如果要写这一段程式 跟各位讲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思考就是说 怎么串接 串接的话 其实在VBA里面 其实串接的方法 一样也是用M的符号 只是差别在哪里 就是M的符号 前后一定要空白 但是在Excel里面 也是用M的符号串接 可是前后不需要空白 有没有 应该还有印象 第二个的话 就是储存格的指向 储存格 哪一个储存格的话 在Excel里面是直接指 比如说它是什么 哪一个储存格的话 应该就是 我这边执行一下 它是F4 G4 有没有 这样的叙述 可是如果F4这个叙述的话 在VBA 那一样我们哪个储存格的话 那就是用Sales OK 瓜乎哪一列的哪一栏 也可以把资料取过来 那再来的话 第三个就是说 在Excel里面呢 有一个函数叫TES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在VBA里面 两者就是跟Excel的函数 是没有共通的 也就是说呢 VBA本身有VBA自己的函数 所以你就要想说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它改成VBA的话 那有没有哪一个函数 可以把TES取代 后来查一下 发现有个函数叫Format 这个Format的话呢 其实跟Excel里面的TES的用法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就直接可以来套用了 所以这个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好 大概逻辑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怎么写 OK 那其实如果说要写刚刚那一段的话 也蛮简单的 第一个 其实可以偷懒一下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拿什么 拿这一段程式复制 拿来改好像比较快一点 那贴上之后的话 把底线公式去掉 然后呢 回圈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呢 回圈范围我们也不改 把这边拉过来一点点 这样看比较清楚 然后呢 后面主要是改后面 那把后面的东西呢 先把它删掉 也就是说 我要丢的东西 不是丢公式 而是丢我要丢的那一串东西 那你想说要怎么丢 我建议前面一定是09 所以你先打一个09 那比较像在Israel里面输入 这一串公式 只是说换个地方输入 当然你不是说全部打完之后 才能够执行 你可以是一边输入 比如说09 你会发现它输入 就会直接先输出 全部都9 那因为数字没有0开头的 所以它会帮你把它去掉 然后后面加一个串接 空格加end加空格 然后串接什么 那我这个后面应该要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这个电信业者在这边 然后再把我串在一起之后再丢出去 所以我要怎么叙述 跟他讲说我要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串接 特别注意它是哪一栏呢 F栏 然后列的话也是I列 因为都固定了嘛 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一个Sales 有没有 复制过来 复制的话我习惯是拖拉加Ctrl键 这样就复制了 然后把它改成F 当然你用Ctrl-C Ctrl-V也可以 如果你有两只手 因为我一只手拿着麦克包 我只能一只手写程式 所以一只手写程式够不够 也够了 你说在会写的人一只手就够了 不会写的人给你五只手 十只手也是写不出来的 所以其实这要是程式不再多 再精确 而且逻辑要够 其实不用写太多 好那再来的话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9 0怎么又跑掉 因为它里面都是数字 所以后面再串一个简号 其实如果再串一个简号的话 那应该就不会是 0应该会跑出来 所以执行一下 有没有 因为它里面有非数字的字元 它0就会出现了 主要是 所以这个时候它里面就是放文字了 只有文字才会是0开头 如果是数字 那没有0开头这种东西了 OK 那后面的话一样 在减什么 减 后面应该是084 所以我们一样的方法 类似 所以空一个end 那前面我们是用test函数 在VBA里面不能用test 那怎么办 而且你想说 那我怎么知道test能够用VBA的哪个函数呢 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打个VBA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跟各位讲 里面就会出现一大串东西 那其中的话 我找过 有个叫format 你打一个F F O 它就出现了 然后你快点两下 它就OK 那你钱挂活 它会跳出一些说明 你后面应该放什么东西 它会在这个地方用出体字告诉你 你应该给我一些资料吧 expression 有时候是找 有时候是放一个资料 那另外有同意说 可是问题我怎么会知道VBA里面有哪些函数可以用呢 其实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也不用去图书馆找书 也不用去书店买书 其实你把游标放在format上面 只要记得一个案件 它就会有个电子的说明书出来 就是F1 它就会跳什么呢 跳一个微软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手册出来 也就是说它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也就是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边都有相关语法 包含就是说语法怎么下 然后一定要的话就是没有中瓜糊 如果中瓜糊的话表示说这个参数没有也没关系 然后底下有一些说明 不过有些同学可能会看得很深色 当然特别是你也不用很认真去看里面所有的字 因为所有字你每个字都认得 但是串在一起你会觉得这个实在很糟糕 因为它基本上有点像是阴翻中的结果 好像一个软体 所以你就是用英文的逻辑去看这些文字 你比较看得懂 还有记得也是一样 看重点 你需要什么讯息 你在里面找找看 所以有的时候我干脆直接看范例 我范例看得懂 我就拿来套用就可以了 也是可以的 还有呢 另外就是说可以从format的延伸到其他的 所以你可以往上看这边有个盖棺 有没有 韩式 其实韩式 其实翻译的问题 你也可以翻译成函数 或者韩式 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翻译的不一样 那如果你要看全部的话 你可以盖棺 你会发现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它都会出现 包含这些 有没有 包含转换的 就是资料形态转换 数学的 行别的 等等的 有这么多 当然 如果你比较有心的同学 我是建议像我最早学这些东西 也都是自己做一些笔记 就是把每个函数打开来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函数它什么功能 我先记一下 如果哪一天呢 我突然需要这个功能 那我就知道这里面也有了 那如果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try啦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 你说这东西怎么学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试出来的 还有做笔记 勤练习加上笔记 其实你就几乎什么都通了 OK 所以说你说我要去哪边学 所以说这东西其实也没有人开课 什么时候开课 其实最早人家找我开VBA的课程 说真的还没有 这个坊间还没有什么人在教VBA的 你要去哪边学 OK 我怎么教 反正我就照顾我自己平常的习惯 然后再来就是说根据来上课这个学生的需求 反正我慢慢调整 我发现原来 所以其实我上这个课 也超过十年的时间 OK 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我十年前到底在做什么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吴老师教学部落格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影片2015年而且还有更多的 我的影片你可以按影片排序 从那个最旧的 你会发现这边就我13年前 13年前的那个画面就出现了 13年前 那底下我还有教过什么 有没有 教过SS Word Excel 这是乙籍的证照 然后教其他的 反正我其实 在这上面 大概放了大概超过两万个影片 也就是我从大概十几年前 就把影片就这样丢丢丢 OK 所以其实这上面有非常多资源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可以再参考一下 好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以后呢 如果你遇到怎么样把 以色列里面的函数 转换成VBA的函数的话 跟各位讲 你可以先打个VBA点 然后打一个你要的那个函数 如果实在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再按F1 去查询 OK 好 那假设我已经知道 Format怎么用 其实跟那个test很像 那我就跟他讲 我要格式化 所以先给他一个资料 什么资料 把这个门号的区码先丢给他 然后后面的话呢 跟test一样 给三个零 所以呢 那个是区码 所以我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改成G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嘛 就是把资料给他 然后逗点 后面的话记得一样 加三个零 那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 再加后刮 这样子就完成了 另外的话呢 有比较多同学在问 就是说 老师你的那个上面 没有这个VBA点 那到底要还是不要 其实两可 你要也可以 不要也可以 那如果你打VBA点 有个好处 就是它会列表 你用选的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打VBA点的话 那你要自己拼出那个Format 但是不能拼错 其实程式最怕就是 字打错了 OK 那你怎么知道 字有没有打错 交规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打字的时候 我是建议你都打小鞋 比如说我都打小鞋 对不对 如果说呢 你把它移开之后 手字会变大鞋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没打错 有没有发现 你一开 F有没有变大鞋 有变大鞋 对不对 所以哦 如果假设我故意打错 少打一个T 移开会怎么样 没反应 有没有 那表示什么 打错了 OK 所以哦 刚刚有同学应该是打 这个Sale 有没有 如果你打这样Sale 移开 C没变大鞋 表示你打错了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哦 这边也有一个技巧 打字的时候 全部都打小鞋 移开看看 手字有没有变大鞋 如果没有 打错了啦 就这样而已嘛 很简单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打神次的技巧 所以哦 越打越会越顺 而且几乎不会打错 你会觉得好有成就感 别人都一直打错神次 而且我都可以打很快 什么都可以把神次写出来 对我来说简直是很轻松的事情 但是对别人来说却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时候我感觉哦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存在的价值 有没有 OK 所以就很喜欢刷存在感 录个影片刷存在感 表示这个老师还存在着 好 那一样的方式 format 后面的部分的话 就是把它加上去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run一下 如果run没问题的话 那后面呢 一样的方式 就这个部分就OK了 这个OK之后的话 那H栏怎么做 一样嘛 跟刚刚就是一样 改之前一样的方法 end有没有 减号 然后呢 endformat 先到后面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 H 这样子的话 就完成了 那这个方式的话呢 就变成说 它是先在哪里呢 先在VBA里面 先把它做完处理 有没有 所以就是这一串 它是先处理完之后 先处理这一串 然后再丢到这里来 OK 这一个步骤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你不需要 全部打完之后再执行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打一部分 执行看看 没问题再继续往后打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确保程式 不会有出错的问题发生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